各位听众,下午好,我们是从那个TTA Global我们转让定价联盟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webinar 我和我的同事施质群一起为大家详解今天我们详解的内容 主要是关于价值链分析这一块 我大概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和我的同事质群 我是在转让定价联盟,在TTA Global工作 具有转让定价经验超过十年以上 然后给多家跨国公司都有过做转让定价方面的咨询 我的合作伙伴志群呢,他是民税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他主要是,本人是税务律师 然后我就今天我们主要的内容就是因为我们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我们本地的那个本地文档 国家在42号公告里面要求的价值链分析这一块 所以我们这一块在就是说目前来说 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做本地文档就要准备好 在月底之前就要准备好 所以在这段时间内 很多公司就是我们就我们平时日常的这个工作中 很多跨国企业就到我们这来问 这个然后民间也有很多就这样的问题 就说怎么把这个价值链分析按照42号公告的这个写好 写的比较合适 然后按照合规的要求来准备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就说 谈一下我们的比较专业化的见解 然后我们有准备了一些那个PowerPoint的slides 这些slides呢,后面有一些案例 给大家具体来分析就我们中国具体的情况 来分析这个价值链 然后我先请我的合作伙伴志群 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中国的转让丁价的这个发展的一个历程 然后从这个历程里面 我们可以看出我们为什么来选用这个 就是我们的国家事务局 为什么提出了这个价值链分析的这一点 这是很重要的 志群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好的,好的,谢谢 能听到我的声音OK吗 很清楚,谢谢,志群 很清楚 好的,好的 OK,那我们现在开始 抱歉,这个PPT是可以翻页的 我记得 好的,是这样 首先呢,就是非常感谢咱们这个参会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 那今天下午呢 由银和我呢 给大家就咱们中国的这个local file 就是我们叫本地文档的里面的一些这个相关知识 特别是这个叫价值链分析 也就是VCA做这样的一个分享 那首先呢,由我呢 给大家呢 就这个中国目前的这个转让定价的一些税制变化 做这样的一个说明 那咱们知道啊 中国的这个转让定价的管理制度呢 很多人的这个熟知 或者是充分了解 是在咱们这个08年新的企业所得税法 出台以后 但其实呢 在这个之前 在08年以前的时候呢 有一个1998年的59号 这样的一个国税发的一个文件 那其实当时呢 也提到了一个所谓的公平交易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那在我们后面的咱们这个税收征管法里面 也强调过这样的一个规则 但在当时呢 有个什么特点呢 就是说呢 第一 这个在08年以前啊 就是转让定价本身的管理呢 是比较的 就拿我们之前的一些这个税务官员的话来说 是比较粗放的 就是我发现问题 或者发现了有一些 不太合适的这样的一些事项 然后呢 我尝试去解决这些问题 或者去查到一些这些问题 但在当时呢 一个呢 是由于这个FDI是国家重点鼓励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业务范围 就是所谓的外商这些投资 所以说呢 当时的这个转让定价管理呢 实际上是非常不完善的 而且在当时的整个国际环境下呢 这个通过对吧 低税率地区的这个关联交易 然后呢 去避免或规避税制 应该来说呢 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 所以在08年以前的时候呢 有调查 有转让人家调查 但实际上涉及的企业呢 非常少 而且往往都是涉及一些交易模式 非常简单 然后呢 避税行为非常非常什么 非常严重的啊 这是一种方式 那在08年以后 特别是在09年 所谓的2号文件出台以后呢 中国的这个转让人家管理呢 有了一个 我们称为叫有了一个最 最大的一个变化 就在于什么地方呢 在于是说 他有了相关的这个什么 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制度跟规则 那在当时呢 这个新的文件出台以后啊 在09年的新的文件出台以后呢 就是全国很多地方 税务局官的官员 一开始并不了解这个政策 所以呢 我觉得当时总局也好 各地方省局也好 甚至这个事项呢 做了很多的说明 那是积极的鼓励 甚至是要求临选一些 比较这个优秀的税务官员 去从事这样的工作 那在08年到16年 是中国的这个 转燃链管理的一个什么 我们称为叫 飞速发展的一个阶段 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呢 你或者是时常关注 中国税务报啊 等等官方媒体 这样的一些朋友呢 你会发现 基本上每个月 都会有这一到两起 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 转燃链调查 或者叫反必需调查的案件 出现在咱们这个公开的媒体上面 往往那个案件的披露信息呢 都比较全面 甚至 贴近于指名道姓的去什么 去暴露企业的信息啊 这个里边其实是有一些问题在里边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事情本身 现在就已经这么操作了啊 那整个的08年到2016年呢 我个人理解为 是整个转燃链管理越来越严格 对于税务军来讲的话呢 他们的经验积累越来越多 那在此情况之下 对吧 特别是在2016年那时候呢 这个中国呢 当时考虑一个加入BAPS的问题 对吧 包括这个中国的整个经济形势的变化 使得中国对于跨境交易 越来越重视 在此情况之下 在此情况之下 我们的相关税务机关呢 特别是咱们这个在总局层面 包括财政部啊 都说得更新我们之前的这个管理办法 所以就会有了一个 我们叫阶段性的更新 因为咱们知道啊 那你调整实施办法 09年2号文 在之前的时候呢 出台过一个征求意见稿 但后来 对吧 由于涉及的面比较宽 涉及的类型比较多 所以呢 总局干脆以公告的方式 把所有的更新内容呢 以公告方式一个个拆散来做 比如现在我们出台的一个42号公告 关于这个统级统级资料 跟这个关联交易申报的 64号公告 关于咱们这个约定价申请的 6号公告 关于这个特别价格调整 及这个调查业调整 以及这个双边那个协商的 那应该来说的话呢 这个中国的整个的来看 中国的这个反币税管理制度 或者转定价管理制度呢 是越来越完善的 越来越完善的 就像我们在PPP上来说的一样 就是它的要求啊 远远超过了 Bebs的常见的这样的设计事项 这个是就TPP我的合作同事们呢 他们说这号称是全球最细的一个规范 这个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保义词 但也可能是个贬义词啊 那还有就是说呢 在这个这个几个文件里面强调了什么 利用国别报告 自动信息的这个交换系统等等 以及什么强调对于利润的控制 和自信调整 什么叫利润监控呢 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税务机关 起码到现在为止还是这样 就在看一个企业的关联交易是否正常 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什么 是你的企业 在中国的企业 你的利润水平是什么样的 符不符合营业常规 对吧 还有就是你是不是存在一些所谓的这个叫什么 超常规的一个利润 这是他们比较关注的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实践来看 自行调整还是主要的内容 后面我们会继续提到 调查范围呢 原来是说呢 就是一直来讲的话 中国人都是喜欢什么 就是强调对于这个 所谓的生产性企业 生产类企业 这样的一个检查是最多的 但随着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 反币税后 转利润管理的这个经验越来越充分 大家会看到 比如说特有权使用费的 这个无薪资产相关的这个交易 以及劳务费的这种虚无性 这个所谓的服务性的交易 越来越被收集光所重视 为什么呢 因为单一的通过这个有型 动产或者有型的产品的 这样的一个关联交易呢 已经完全不能满足 咱们这个跨国公司 利润转移的要求了 所以说呢 这个更为方便操作的这种 不要太多实体 或者太多这个操作 环节的这个劳费 跟这个特权使用费呢 已经被什么 已经被收集光越来越 越来越关注了 因为这个跨国企业呢 用的也越来越多 甚至是用的越来越隐秘 那这一页呢 我们先讲到这里 那PPT还是可以下翻 可以看到吗 下一个 对 谢谢 这样就是这个三个公告呢 稍微的就是多说几句 第一个是42个公告 那它的内容呢 主要是关联申报跟同级资料 那在座很多这个企业呢 可能已经在咱们这个 5月30号之前 对于这个关联申报呢 有了一个很深入的了解 那个呢 表格很多 对吧 涉及了甚至包括这个国别 国别报告的问题 在里面都有体现 还有就是说呢 关联交易的内容 关联方 企业内部的信息等等 应该来说呢 这一次42号公告里边 所列出的这个关联申报的内容 是相当相当什么 相当的细的 甚至在同期资料准备的时候 你会发现 很多信息呢 可以从关联申报报里面 直接什么 获取 所以说呢 这个今年的时候呢 很多关联交易申报呢 需要企业呢 甚至很多企业 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去调配 去调整 因为咱们知道啊 关联申报表跟同期资料不一样 申报表是进系统的 它的所有信息 所有的这个数据 是可以被采取的 而不像同期资料 是自己单独的做一把 这个性质上是不太一样的 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 咱们知道啊 中国现在 同期资料啊 起码会分为 这个 这个所谓的三层 或者三类的这样一个 转型内容的文件架构 对吧 刚才那个国别报告 是放在关联申报里边了 然后还有什么 就在同期资料里边 主体文档 本地文档 就说是mass file local file 和特殊市场文档 那 应该来说 这个本地文档呢 其实就是 包括今天我们后面讲的 主要内容是 本地文档的 是绝大部分企业 所关注的 或者说 我现在当 当阶段所重视的 这个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市场 至于mass file 对吧 一个时间上面 还比较充裕 一二点就是说呢 这个很多企业呢 并没有准备mass file 至于国别报告 那就不用说了 很多企业 我们就没有去 披露这一项 那 这个里面呢 在这个422公告里面呢 最强调一点是什么 是这个叫价值量分析 跟这个地域特殊优势 这个呢 是之前所没有关注 或没有去强调的 那也是今天咱们这个 webinar的一个 主要的内容 后面呢 由这个李盈呢 王盈这边呢 给大家做一个 比较全面的一个 详解 那64呢 抱歉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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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号公告呢 它主要是这个约定价 约定价呢 里面有很多规则 但我觉得那个呢 不用多说 因为约定价报告 每年都会出 是目前 国家税务总局 在反币税管理里边 或者在转人家管理里边 相对比较公开的 比较公开的 这样的一个事项 那后面 最后一个这个6号公告 是今天出的啊 这个文件 说实话 出的还是相对而言 比较全面的 因为它是什么 它把整个的这个 同期资料啊 把这个 对不起 是同期资料 是这个整个的这个 反币税调查 或者转人家调查 的相关程序性的问题 做了非常明确的规定 然后呢 也强调了 这个相关的 这个什么事项 就是所谓的高风险的 高风险的 这样的一些交易 或者是企业类型 交易或企业类型 甚至呢 它还强调了 这个关联交易 劳务费的交易 跟这个特权使用费的交易 在去检查的时候 在去确认的时候 主要关注哪些 要素 关注哪些点 这个呢 应该是之前的这个 资料里面 和之前的咱们这个 固定里面 所欠缺的 这一次呢 是中国的这个税务机关 我觉得还是积累了 这个08年到16年的 所有的经验 然后呢 做了这样的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 虽然还有很多问题啊 从法律上来看 还有很多问题 但起码 它已经能够使什么 使得中国的 转量量调查 跟调整 以及互相协商的 这样的一个程序呢 进入了一个更 更什么 更规范化的一个阶段啊 那下面呢 我们是简单说一下 这个 其实可能在很久以前 甚至在多年以前的时候 我们一直强调的 就是哪些企业 属于高风险的 这个 存在高风险的 这样的一个关联交易的 是这样的 就六号公告里面呢 强调了 这个很大的一圈 我们这里边有一个图啊 可能画的不是 特别的这个整齐 但是呢 其实我们强调了 它的这个标 排序标位 都是有它的重点的 这样的一个意义的 第一个咱们看到了 叫重大关联交易 多样性的 这个呢 坦率的说 这个其实并不是 一个真正的重点 为什么呢 如果真的是有很多 复杂的关联交易的时候呢 不管是咱们企业 去应对税务局的检查 或者是这个税务机关 去检查企业 它都需要花太多的时间 跟精力 那咱们又知道 关联交易本身 这个调查的时候呢 它都是一个 协商 调整合理性的过程 它不是一个合法性的问题 所以说呢 一般情况下 特别是地方这个 我们称为叫这个什么叫 工作能力相对弱的 一些这个地方呢 它可能不太愿意 选这样的一个企业 作为重点 第二个是什么 叫长期亏损威力或跳跃盈利 这个第二类呢 实际上是目前中国的反批税调查里边 或者要转连纳调查里边 关注的最多的一类企业 最多的一类企业 或者一类现象 第三个是什么呢 叫利润水平低于通行业利润 咱们知道啊 中国现在有个这个金税三期 对吧 这样的一个 充满了我们叫充满了魔幻 色彩的一个 纳税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软件 那是税务集团内部的 真管的软件 它的 有很多的信息采集功能 是非常强大的 那不管它有多少毛病 不管它有多少瑕疵 以及很多特别低级的bug 但起码它能够什么 采集很多企业的信息 那一旦信息量足够 这个大数据信息量足够以后呢 同行业的利润水平 可能会成为一个什么 成为咱们多数的企业 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跟同行业相比 你是在同行业里面 比如说你是前30%的企业 但你的利润水平一直偏低 这是负的 那可能就要完整这个问题了 第四个呢 利润水平与同时的 功能风险不匹配 这个主要在什么地方 就是说呢 就跟咱们说后面的 那个低于投资性优势 投资性的一个因素一样 就是说咱们中国企业 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 它承担的这个全球 这个价值量里面的功能 往往是居多的 它的这个比如研发 可能在中国 盛产也在中国 对吧 销售的主要团队 可能也在中国 但是它的利润 这个分配的时候呢 往往什么都放到境外去了 所以这点呢 我觉得需要强调 就是说这个可能是 相对比较深入的 这样一个调查的时候 才会关注这些企业 那第五一项 这个那就是一个现象问题 就大量业位于币税党的 对吧 第六个是什么呢 就是第六个强调一下 没有或低质量 就是有的是低质量的 这样的准备量 统计资料 那其实呢 从08年到现在 咱们有很多企业 可能已经之前 准备过很多期的 这个统计资料了 什么样的统计资料 是高质量的 什么样的统计资料 是低质量的 这个呢 其实是有很多评判标准的 咱们在中国 像深圳的地税 苏州的国税 他们都是属于在中国境内 税务机关里边 属于这个做 做统计资料审查 以及这个关联交易的 这样的一个 特别调整 都比较经验 比较丰富的税务机关 他们呢 也多次在税务系统内部 去什么 去去去分享 他们的一些经验 分享他们的一些 这个工作内容 那咱们叫低质量 对吧 这个呢 也有很多所谓的 这样的一个界定了 但不管怎么样 从10到起码 有个基本要求是什么 保持结构完整 就是要的信息 能给的都给出来 个别敏感信息呢 我们会建议是说呢 如果你确实 对吧 这个信息 有问题 或者有什么 其他的一些障碍 那可能我觉得 怎么讲 就是按中共的说法 就是春秋比法 就是说 能够 对吧 可以 稍微模糊的 去做一个表述 因为再强调一点 统计资料也好 这个关联交易也好 都属于合理性问题 不是合法性问题 一提资本融化 那是一个固定事项了 特殊事项 第八一个呢 是这个所谓的 低水利国家控制的 这样的一个交易 那第九一个呢 无商业实质的关联交易 这个就是一个 我觉得呢 什么叫有商业实质 什么叫无商业实质 什么叫合理商业目的等等 这个问题呢 每一次去聊的时候呢 都有很多心得 因为为什么 因为每个 每个case都是不太一样的 合理商业目的 我觉得 很长一段时间之内 税务机关的这个观点 跟一般的这个 咱们这个法律里面的 民众法的观点 都是不一样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 这个呢 我倒觉得属于什么 属于相对比较 深入的这样的一些 一些调查这个对象 他们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 但是呢 他的这个被调查风险呢 可能或者几率 会相对低一些 而不像前面那个 比如说长期亏损 威力和跳跃性盈利 所以你如果关注了 中国税务报 所公开的所有的 这个民众案例 如果有兴趣 做一个统计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长期亏损 几乎是什么 关联交易 转人家调查的最重要的 这个组存部分 偶尔也有一些所谓的利润偏高 以后被查了 那基本上很少 主要还是这一类 多一些 好 银 好的 谢谢志勤 然后我大家 我下面给大家 继续介绍一下 就是说我们现在同期资料 需要准备的一些 具体情况 然后关于时间呀 我们现在已经截止到 马上到六月底了 我们现在需要把同期资料 按42号公告的话 应该到这时候 基本上就准备完成了 所以这个时间段 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包括 我们要准备的 那个主文档 那个master file 具体一个时间 我们现在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这也是广东 那个国税 大概给大家举的 这样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 就说如果这个企业 中国企业是 它财政年度 大概在2016年年底 它是财政年度结束 但是呢 它这个集团公司的 这个整个集团公司 公司的财政年度 是在3月31号的 这个2017年3月31号结束 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 然后我们看 再继续往下看 然后它的 在这种情况下 它往来交易 这个关联交易报告表呢 就需要在5月31号 这个我们报税的时候 在这时候就要交这个22号 22个这个关联交易表 这个表包括 如果是中国企业的话 如果你指定 需要准备国别报告的话 在这个时候 你要把这个完成 如果呢 在这个 再往下 6月6月底 就现在这个时候 就本地文档和特殊文档 特殊事项文档 在这时候也就需要准备完成 然后呢 因为它这个集团的 整个的这个财政年度 是在3月31号结束 所以呢 它的这个主文档 如果是跨国公司 在其他国家的 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它的整个这个集团 它需要在12个月以后 准备完成它的这个主文档 所以就要推迟到 2018年的3月31号之前 把这个主文档准备完毕 这是大概就一个 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然后呢 我下来给大家再 就是说看一下 42号公告 关于价值链 这个具体的要求 价值链分析在42号公告里面 就只有仅仅的 基本包括 就是这仅仅的四条 就是说也没有 就是具体的 给大家一个详细的 就是说介绍呀 一些指南呀 这样的一个人 像经合组织 这样的一个详细的内容 叫大家怎么来准备 也没有详细的 所以具体的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四条 这样一个信息 包括什么业务流呀 物流呀 资金流呀 大概给大家 然后包括 第二条 上述各环节参与方 最近财务报表 这时候就说 很多企业就问我们 这样子一个人 需要财务报表 是否就全部需要 就要上报 如果价值链上 就一百多家公司 所有的这些财务报表 是否都要向税务局 完全 就要 披露 这样的就是说 很多这样的问题 跨国企业就说 因为我们 是我们的公司总部在荷兰 所以就说 很多这跨国公司的 集团总部 就找我们 就问这样的相应的情况 如果按照中国的 42号公告 这是不是全行 都需要进行披露 这个就是我们最近 遇到的问题的 比较多的 然后民间我们有很多 就说 大家说法就说 不要披露 有一些可以披露 有些不需要披露 大家都不披露 先试试水 看你怎么来具体 像 像 事务局应该 披露多少 然后或者就说 整个就 光披露我 就说 国内这家公司 和我 进行 直接交易的 关联方 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可以了 其他都不需要披露 所以我们就这样的一些 就说民间的说法 和我们就说 在国际 就说其他的 跨国集团总部 他们就说 按照欧洲的标准 和美国的这些 这个北美的这样的标准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就我们具体情况 是怎么来进行 价值链分析的下面 然后呢 我们 值得一提的是 就说 即便是 就是说 我刚才说的民间的说法 和 就是说 我们欧洲的一些标准 也不太一样 然后 包括价值链分析 到具体的情况下 就即便你 就是说 不把价值链分析 就是说 谈到 非常细的一个 一个 境界 然后呢 但是我们现在 中国现在和国际上 这么多国家都签订了 就是说 这个自动情报交换的 这样一个 这个 信息系统 然后又有国别报告 现在可以互相交换 所以中国很容易 就列下 下面这样一个表 比如说 你新加坡和爱尔兰 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 低水率国家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它很容易 即便你不报报 就把详细的价值链分析 给 给他 他也会很容易 就是说 运用国别报告 里面的内容 很容易列出下面 这样一个表 看见中国 就说 在处于一个 就是说 利润分配很低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 情况 包括印度呀 和墨西哥 这样的一个 因为是高水率国家 所以把它们 包括美国 都在放在一个 就是说利润 回报相当 低的一个 这个表里面 一眼就能看出来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说 我们给大家 也就提醒 不是说 你完全就说 你即便你不报 但是风险是存在的 然后我们给大家 就是说 具体的 我底下有几个案例 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就是说 我们看到中国的 具体情况 一些 包括一些合约制造商 一些合约的研发商 在中国 在中国都是 很有特点的 这样的一个 转让进家安排 这种情况下 我们应该向税务局 就是说 我们的税务官员 披露多少 我们价值链分析上面 价值链上面的 其他公司 包括他们的利润 他们利润 怎么分配的 下面我给大家 具体讲解一下 第一个案例 就是说 很有特点的 这样一个案例 就是说中国大多数 都是合约制造商 这样一个 很有特点的情况 然后中国的 合约制造商呢 然后我们看这个图 最左边 是我们从 中国合约制造商来看 然后下面 它直接交易的 这个关联方 是一个地区物流中心 如果我们想象 这个地区物流中心 一般我们想象 如果把它设在香港 然后下一个呢 它的主体公司 包括 包括 有可能是某公司 它这个公司 可能在欧洲 如果是在英国的话 这样的一个价值链 就是说我们 当然价值链上 还有很多其他的 就是说跨国集团公司 都在这个价值链上 但主体我们现在 就是说 直接牵扯的 就是这个三家公司 如果按明天的 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就是说我们指 就是说 披露 合约制造商和 地区物流中心 这样的一个交易 就说我们不披露 主体公司 就第三个 英国公司 这样的一个情况 只披露这两 这两个 税务局就 就在一定的情况下 很容易就说 可以挑战你 可以问你 可以challenge你 这样一个地区 地区物流中心 它这样的一个香港公司 并不具有一个 经营主体公司的 这样一个 实际的经营实质 它只是一个 做物流的 它只是一个 中间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 一个我们就是 职能比较低的 一个公司 在亚洲 它没有 并没有 就是说 我们叫一个 significant people function 如果它没有 这样一个做 就是说 在行业里 我们说 中文怎么说呢 就是说 比较 没有做决定 没有做决定权 而且它并没有 就是说 当地的制造方面的 一个 可以就是说 给制造商一个 可以代理制造商 进行 如果我是一个 就是说 让别人来帮我制造 首先我这个 主体公司 是有能力 就是说 带领全球的 这样一个产品制造 能力 我有图纸 我有信息 我有当地的技术 都是在这个 主体公司 而不是在这个 物流公司 所以你直接 光提出物流公司 在这里 就有一定的欠缺 税务就 就会问你 就说 只是这样一个 片面的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价值链 是不足以满足 呃 呃 税务局 这样的一个要求的 所以它在这个方面 就会 就是说 你这个本身 这个交易实质 是有问题的 你不可以直接 和香港交易 您 你的 因为香港交易 没有 就说 制造一个行业的 就是说 也没有能力 也没有 也没有技术 没有这样一个 经营实质 在这样的情况下 是可以把这个 整个的这个交易 就 可以cancel掉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 情况下 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们这个 像是有问题的 所以并不是说 民间说法 我们 短小金汉 只是按照 呃 这一部分价值链 就可以了 不要报全球 但是有些情况 就跟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我们就具体 这个42号公告 前面刚讲的 上一页的 那个 那个 slide 我们 42号公告 就是关于价值链 只有那四条 简单的 我们就这个 就是说给大家 做了一个清单 这个清单呢 就是说按照 就是说我们具体的情况 我们需要 做一些准备 如果你报告的 只是一些 合约制造商 和地区物流中心 的短小金汉的 这一块 那么你就需要准备 相应的 就是说你的 我们叫准备你的 相应的 homework 这些 这些背景资料呀 这些 你都需要做相应的 documentation 都需要准备你相应的 做什么文件 具体的分析 包括你 为什么 就说把这个 就是相应的价值 创造权重 我们都要进行比较 所以下面几个案例 也就更加详细的 给大家介绍这一点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是一个 合约制造商 和合约研发商 中国的合约研发商 也是很普遍的 但是现在中国收入局 很多情况下都提出 合约研发商 我现在的技术能力 超过了 就是说我的主体公司 其他公司的 研发能力 我的能力 我在本地 我首先我申请了 高新产业 那个高新产业的 这样的一个税收优惠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证明我就是 我就是那个 所有的无形 这些无形资产的所有者 因为我就 凭这点 我才申请了 高新产业的 这样的一个 优惠条件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说 中国很容易就说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是他的 我们在欧洲就说 我们这个 单批方審具体的 就是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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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形资产的研发呀 提升呀 保护呀 这些 这几项内容 包括最后一个P 是那个 那个 六号公告 就是 最近才提出的 虽然我们合约研发这里啊 不需要提出这个P 因为它是关于推广的 是关于销售 这一点难的 当我们在提这个 无形资产那个 所做的职能的时候 把这个六点 都是集合在一起来谈 所以我们就说 想象这个 合约研发商在这里 已经 拥有40%的这个 就是 关于这个 它的职能 就是单批的职能 拥有40% 在这个 在这个如果它做的40%的单批职能的情况下 它和下一个主体公司 往这边看 右面看 是这个 瑞士的这个 这家公司 可能是一个瑞士的主体公司 这家公司呢 你知道 在瑞士主体公司 经常情况下 是我们做的一个 就是说 全球的一个 是一个 相应的一个筹划方案 这样的主体公司 很多情况下是没有 就是说 具体的 关于单批方面的一些职能的 所以它的这个职能只是 就是说 负责就是说 全球的这个 买 这个 产品销售呀 关于管理呀 这样的一个公司 人员也 一般情况下都比较少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和主体公司直接交易 然后再往 后看呢 我们其实这个单批啊 就是说所有的这些 这些研发的呀 关于真正的这个 集团的这个 无形资产 其实是在另外一家 IP公司 这家公司可能也是母公司 它如果我们说在美国 它从这个美国公司 如果这个集团公司 从一开始 1901年就开始了 就启动了这家公司 这种这家集团有相应 就是说很高的 就是说一直做 就是说它产品的研发呀 它的技术都是非常先进的 它一直多年一直在做研发 但是我们如果就说 只做合约研发 和研发商中国和主体公司 这一块 短小的这块价值链 不报告后面的IP公司 它母公司 美国的这一块 那我们就局限于 就说中国的事务局 就很容易就说你 OK 你40%的单P function 都是在中国来执行的 其他的你 越是主体公司 没有任何像 这方面的职能 他们的人员都不是做 和生产技术 没有任何关系 就和研发技术 没有任何关系 他们的人员都不是做这个 他们只是做一些财务工作的 或者做人类资源的 或者做销售的 他们没有这样的职能 这样的这种情况下的 它本身这个关联交易 就是有问题的 所以就说中国在这种情况下 就说OK 那你所有的无形资产 都归于中国 就可以这样子来 就挑战我们的纳税人 在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我们报告了 同时报告了美国公司 这样的情况下进行比较 我们就突然就 马上这个情况就明朗了 因为美国公司 在这么多年一直长期 致力于研发 那研发内容呢 包括中国的这家研发公司 的很多人员 都是由美国的研发的 这个总部进行培训的 所以这些内容都要 就是说体现出来 否则的话 如果在你的报告中 不能体现这些内容的话 我们的税务局很容易 就是说提出你这个 所有的无形资产 都应该归于中国 这个也是一点 底下就说我们画了 就是三点 就这个绿的这个 就说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需要特别准备的是 这几项 这三项的 就是你的家庭作业吧 需要准备 这些家庭作业呢 就是说我们说 各产品服务 其他交易环节 所从事的相应经营活动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 平时的function analysis 你把我们的这个 职能详细的要介绍 把这个都准备好 每个公司 包括美国的这个IP公司 主体的这个瑞士公司 都做什么 和研发商都 他经营内容都做什么 这些情况下 他的工作内容 他的所承担的风险 他所用的相应的资产 这些东西啊 都需要准备好 才能就是说满足我们 一旦税务局问你 就是说价值链 进一步问你 相应的情况 你需要把这个准备好 然后就说量化 价值链权重 这个也是就是说 我们需要给这个 原来的合约研发商 给合约研发商 只做一个就是说 cost plus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回报 现在呢 我们发现这个合约研发 并是应该给他 40%呢 还40%呢 的剩余利润呢 还是在那 以前的cost plus 基础上再加一个 40%的剩余利润 这些都是需要 就相应的进行权重 需要进行 我们相应的分析 然后准备好 这些家庭作业 这些内容 back up 准备好是很有必要的 如果我们目前 只报合约研发公司 和主体公司 这样的一个短小的 这样一个价值链的话 这些内容是要准备好 另外就说 42号公告 这个要求 也是关于价值链的要求 第八项 也是关于集团 利益分配 利润分配 这一点 它相应的分配结果 都需要你披露 所以呢 所以相应的在这一点 如果我们要做 这样的一个披露的话 我们把相应的 就是说 你真正一开始 给他的百分之 如果百分之八的 这样一个cost plus 这样一个 和最后的 其他的给他的一个 实际的 实际的回报 是否合适 是否匹配 这些相应的 都需要进行 你自己来准备 所以就说 我们价值链分析 不是说光报 一个这样的情况 其他的 你不用再去管 所以具体的情况 也是要 把这个 就是说 都准备好 然后合约研发 另外一个 就是说 很多合约研发商 在中国 是一个收购的公司 经营收购的公司 然后他们本身 自己都有 很多研发的 就是说 技术人才 他技术经验 都是多年的技术经验 这个在 现在事务局 提出 就是说 问你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 很多都是 行业带头人 在他们 这个 都是很有名的 在他们 现在突然变成 合约研发商了 所以在这一点 事务局就 问你是很容易的 提出质疑 是很容易的 我们现在 看下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呢 是我们 另外一个 就是说 我们也是在 很多我们的 工作中吧 一些比较典型的 关于中国的 不同的 职能的案例 这个 服务供应商呢 这个 他的案例是一个 关于这个 是什么呢 他是做 这一家是做 出版行业的 出版行业的 他中国 把中国的这一家 是做于 Selfs and Marketing 一个 Service Provider 他这个服务 只是给 其他国家提供服务 在中国 其实也是 当然销售 相当一部分 销售都是在中国 但是呢 然后我们 他直接交易的 这个 直接交易的是 香港的一家 地区分销中心 这些分销中心呢 他这家啊 其实在最终 只是拿到了一个 总部的给的一个 相应的一个commission 但这个commission呢 就不符合当地的 其实的情况 香港的这家公司 很多情况下 其他 我们也知道 用香港做一个 就是说导管吧 或这样一个公司 是很多的 在很普遍的 香港的这家 其实做的就是一个 做一个财务呀 把地方的 就是说 地方的 其他国家 包括中国的一些费用 都收集在一起 然后像 再 再查知道总部 再查知道 这主体公司去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 很简单的一个职能 再看后面主体公司呢 其实他集团的总部 集团总部有很多 就是说 关于全球Sales呀 全球的这些 包括无形资产呀 用他的网络销售呀 用他全球都可以用的 这个网络销售 包括中国 直接可以上网 就说买他的 就说 他的相应的出版物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如果我们 就 只向 税务局 就透露这个无形 这个 服务供应商 就中国的这一块 和香港的这一块 地区分销中心 这也就是说 很 直接就说 香港的这家 刚我提到了 并没有相应的这些 关于销售的职能 其实销售的这些 主要的职能呀 包括他的 Global Source呀 这些Senior Source呀 都是在主体公司 而不是在香港 所以这种情况下 税务局也很容易 就说 提出质疑 所以这个整个的 这个 这个交易实质 和香港的交易实质 是相伟 交易实质是有问题的 所以如果我们 在这种情况下 把主体公司也提出来 实际是 主体公司 要求 亚洲的这个 香港的这个 有一定的职能 或者是 克服职能 然后用香港 再指定 中国的这样一个 给填补他的这个 叫中国销售的空白 来协助他的工作 这样的一个 就一个 一个说法 就比较适合 就是说 我们价值链分析 也比较 就是说 合理 合适 所以呢 如果不提主体公司 在这些情况下 就很容易被 我们的 税务官员所质疑 然后呢 我们也提了 也几点 就是说 我们画绿的这个 highlight的这个 绿的这个体像 一个就是 就是我们刚说的 有一个 我们的具体的 经营活动吧 我们这个 function analysis 需要了解 然后各参与方呀 在这个 每一个参与方的 具体的情况呀 具体的这些 senior啊 这些就是高级的 这些管理人员 做 销售的这些人员 具体都在什么地方 这个也需要来 了解清楚 所以呢 所以呢 然后在这里啊 我们这个 做服务的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们还可以 谈谈及这个 女士务官员可能 问题的就是这个 地域特殊因素 在这一点 这一点就是说 我们国家在这个 这个42号公告里面 要求的这个 价值面分析里面 要必须谈及这个 如果我们把这点也要 就是说 作为我们 具体的家庭 作业来准备好 因为我们在服务供应商 从别的国家 拿到中国 拿到中国就像 联合国提出的 那个相应的 那个举的例子一样 如果你在其他国家的 cost 你的费用是很高的 然后把你这个服务供应商 在中国 费用这么低 然后同样的 这样一个标准 然后把这样的服务 提供给客户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就不就是说 马上就有一个 那个选址节约的 这样一个可能性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有可能税务官员会 提出相应的质疑 我们看下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呢是 我们主要是一个 看中国 中国这次在右面 主要是这个一个 分销公司 这个它分销公司在这里 主要是我们 就说不是一个供应商呀 它是一个全职能的 这样一个分销公司 就是说它自己 有自己的销售网络呀 各方面 完全都是由它自己 来进行销售的 它销售网络 客户的关系呀 都是由它来掌握 所以呢 在这一点 它这里 这个销售公司 有可能就说 因为它对当地的 中国客户的推广 业务推广 有占领 它整个可能有 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可能达到10% 我对单批的贡献 有10% 然后看看左边 外国的公司 外国公司 第一个制造商 我们看 有90%的 单批方生 我们要想到 这个 主要先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举例 主要是有好比 我们最典型的 中国的一个行业 就是我 事务局 关注的行业 也就是奢侈品 销售行业 奢侈品销售行业 在中国 大家都知道 大家喜欢 就说外国的 这个产品 首先这是一个 中国人买 国外的奢侈品 这是 很平常的是 众所周知之的 然后很多中国人 都跑到国外 去买一些 国外名牌手袋 什么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所以中国的 一个大市场 然后中国对 这个产品的 外国产品的偏爱 这些都是很容易 就是说 容易引起 税务局就关注的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一点 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我们看左边 第一个制造 制造商一 它如果有90% 如果这家公司 是一个法国的 名牌手袋的制造商 这制造商 大多数的手袋 都是在法国 直接制造的 它的这个 创立的牌子 它这个起家 是从18几几年 就开始起家了 它创牌 已经在全球 全球都是享有声誉 然后它的 Trademark 它的品牌 在家一户小 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 奢侈品行业 就是领先地位 这样的情况下 它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制造商 大多数的产品 都直接制造在法国 然后它又转给 制造商二 制造商二 是一个装配公司 这个装配公司 主要做什么 它是 比如说 这一家公司在越南 它做的 很简单的一个实能 越南公司 并不拥有销售 就说 不是拥有 相应的 就说 加工 这样的一个 技术能力 它做的很简单 好比在这个 包上加一个锁呀 或者加一个边啊 这样的很简单的 一个 一项内容 然后它就卖给中国 中国直接和它 进行交易的 只适合越南这家公司 而不是和法国的母公司 直接交易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如果我们披露的只是 制造商二 和中国的分销公司 这一个短 这一小块 所以这个情况下 会很容易引起 就是说 税务机关的注意 特别是在奢侈品行业 如果你这样子 交易的话 你 我税务局 我税务官员 在这种情况下 也会有说 我无形资产 都是属于中国 因为我们 首先无形资产 我们在中国 进行大量推广 我们品牌啊 什么的 我们把 现在的品牌 翻译成中文的文字 在中国进行推广 大家都了解 了解我们的市场 另外我就还可以提出一个 低于特殊因素 这样的一个选址节约的 这样的 而不是 就市场溢价 市场溢价的 这样的一个内容 就说我们一个 非弹性的 这个购物市场呀 大家这个购买力这么强呀 中国的这个购买力 人均收入也高呀 所以就是说 以前包括一些 著名的一些 汽车呀 这手带呀 这些 包括汽车 经常在全球的 它这个销售 这个总的销售 在中国占50% 这个名牌手带呢 在中国全球 占全球的这个 销售总额的25%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呢 就是说我们完全依靠 中国的这样一个 销售群体 整个销售 都是放在中国的 所以市务局 就在这种情况下 就会质疑 不光是你 销售公司 你应该本身 作为一个 全职能销售公司 你可以得到一个 剩余利润 这样的一个分配 另外在这个基础上 我还应该得到 相应的 就是说我们 无形资产的 这样的一个利润分配 这个利润分配呢 很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如果你不显示 法国公司 只是在越南公司 和越南公司 进行交易 这一块 价值链 在这块就断掉 这种情况下 中国 市务局就会说 我们这无形资产 全部无形资产 应该属于中国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你要需要准备好 你的相应的 backup法 这样的 我们就给大家 也举了几个 就说 画了几个 绿的这个 需要准备的一些 相关的内容 所以我们把这个内容 也就是说 相应的准备好 前面都一一介绍了 我就不大 具体介绍 就每一项内容 都是关于什么的 所以给大家 做相应的准备 我们看下一个 我们的最后一个案例 下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呢 是中国 这个是一个 在这种情况下 是一个具有 双重职能的 这样一个实体 很多这种情况下 是一个 是在中国收购的 这样一个公司 它以前公司 是一个全职能的公司 而被人为的 就是这样一个 分割成一个 合约制造商 和一个分销商 这两块双重职能 这种职能情况下 很多现在 税务局对这个 要求比较严格 对这个进行 进行质疑的 也很多 我们看的案例 现在很多 很多都是进行 相应的调整 我们看这个 合约制造商 在这块说 我说你合约制造商 你 我给你付一个 相应的cost plus 这样一个 很低的 这样一个回报 然后呢 然后你 然后另外呢 母公司 瑞士的主体公司呢 然后又给你 提供一个 IP使用权 这个IP呢 主要是它的brand 它的一个品牌呀 这些 tremark 这些给它的分销商 因为它分销商在这里 是一个全职能的 这样一个性质 所以呢 全职能的性质 在这种情况 你给我一个 IP使用权 我需要把相应的 就是说 相应的特许权使用费 还要付给母公司 所以像本身 这是一个U型的 这个环型的 这样的一个 虽然我得到了回报 但是我还要 最终还付出去 所以税务学对这个U型的 这个回转型的 这个 就是说收到 我又付回去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现在挑战的挺多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 另外呢 就说我们就说 合约制造商的体系 这个产品啊 虽然是卖给母公司 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产品实际是 完全还 一般情况 都是留在中国的 而且卖给本地市场 就同时一家公司 继续进行卖 然后 但是它是相应的 就是说 对这个产品的 这个所有权呢 卖给母公司 用母公司再卖回中国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样的情况 就接受挑战的挺多的 所以我们主要说的这块 就是说这个单P function呢 就是说 后面的这个IP公司呢 这个90%的单P function 它这个如果我们也需要把这个提出来 如果很多情况不提出来 中国不关于是你 可能考虑到你这个 U型回报这一点 这是一个相应的提问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我们要求提问的 就是我们90%的这个 就是说 相应的这样的一个 单P function 也可能进行挑战 因为国内的就是说 我占到10% 我分销 我在国内也进行相应的推广 所以做了很多大量的工作 我又可以就是说 把90%说成全部都是由中国所有 而中国有100% 所以呢 在一定的情况下 这个后面的IP公司 还是需要提出来的 而不是仅仅就说 我们只说瑞士的母公司 刚我前面提到瑞士的母公司的 相应的智能 大家都其实对相应情况也都很了解 相应的我们 我们的转让定价的相应的安排 瑞士公司是怎么样一个 经营实质 我们大家都心里都有数 所以呢 相应的家庭功课啊 作业啊 大家都要需要准备的 我们给大家画了几个 就是说绿的这几点 相应的交友环节啊 支付环节啊 都要就要准备好 然后这一点特别是第五点财务报表 财务报表 因为是一家公司 所以你需要把他的这个财务 制造的这一块和分销的这一块 相应的盈利啊 它的相应的费用啊 相应的利润 都要分成两块来进行 向税务局来进行说明 如果进行提问的话 所以这是因为它有完全不同的职能 这种情况下 所以我们也要做好 我们相应的就是说我们说的 segmented P&L 这样的一个情况 给大家要准备好 然后我们下来就说 我们量 这个量化超额利润的这样的一个 我们主要是谈到的是我们这个 特殊因素的这一点 这点是其实是我们另一个 我们的案例吧 第一个情景呢 其实我们是就考虑到的是 是联合国 其实就是在转让定价手册里面 其实已经提到了 这样的 他们的生产 就是说 生产方面就是说成本上的差异 但这个来计算 就是说相应的 就是说 那个 location savings来进行计算 这个计算我们在联合国手册里就看到 大概就说 如果是法国是 基本成本是150 中国是100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做一个 如果市场定位的话 基准定位的是8% 然后中国就是按基准定位 8%来进行给中国回报 就是108 他们法国和中国的 相应的成本差异是50 这样他们之间差异 这个50再进行 直接乘以8% 这样出来就是4 来进行考虑它的超额利润 所以在108的基础上 再加上超额利润的4 就是112 所以整个回报中国的利润是这样的 所以联合国是 就说中国篇章的这一块 是这样在计算的 然后我们就说 TPA 我们Global这样子 在我们经常的 平时的这样一个 给客户的一个咨询过程中 包括具体的案例中 我们也总结了一些 我们具体的一些经验之谈 下面就是情景 关于市场溢价的这个情况 这种情况下 如果还有外面的基准定位 就是说它是完全一个 进行销售的这样一个公司 如果我们考虑它 确实要进行市场溢价 这样子一个相应计算 怎么样来计算 我们首先就说 台北营销的这个 营销公司这样的一个 进行基准定位 它基准定位是4%到6% 这样的一个营业利润率 这样营业利润率的基础上呢 我们看具体的 就是说一个市场溢价的规模 这样的规模呢 就是说看它具体的这样的 就是在中国市场有多大 如果就说一个 瑞士的做冰淇淋的 这样的一个跨国企业 它在其他的跨国公司 包括全球的其他跨国公司 都做了很多相应的 就是一些市场的 这样的一些铺开市场的 这样一个相应的工作 所以在中国市场 也是就是说 它的工作不是那么难度那么大的 它因为它积攒了很多 相应的市场上的经验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市场的溢价的规模也就较小 所以我们最起码 我们要考虑一个10%到20% 这样的市场溢价的规模 这样子来进行计算 就是我们算出最终的 这样的一个营业 给中国地方的一个营业利率 包括我们考虑到市场溢价 就是4.4%到7.2% 这样的一个计算方法 这样子我们也是就是说 具体的 具体的情况而言 具体的行业而言 不是说一篮子都是一样的 然后再看下面一个情景三 这种情景 这种情况下呢 是我们就说 我们涉及我们的单P function 这样的一个 无形资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如果合约也有 这个我们也用的也比较多 就是说 今天要怎么证明 当然具体证明的内容很细 不是说就像我们 我们表述的这几篮 就是说很细 就合约研发 如果它不涉及任何 完全听从 就是说总部的指挥啊 或者集团公司给的这些 包括它的技术啊 能力啊 全部是由总部提供 我们只是做相应的 follow它的 它的相应的 给出的一些技术指南啊 都是由总部提供的 不是不涉及的单P function 单P function的话 我们就8% 如果还确实涉及的单P function 就像我们底下的这个 它底下就不是一个合约研发了 我这应该把它直接形成一个研发公司 它涉及20%的单品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应该考虑以前的成本加成的8% 再加上以前的 再加上它的20%的这个剩余价值 就是说 因为它可能还有考虑其他的销售的这样一公司 但是我们在这里简化 就说我们只是一个例子吧 就说给大家 就说直接就用20%的单P function 直接就是20%剩余利润 加上作为它的超额利润 所以呢 这些就是我们给大家基本上讲的 一些我们的经验之谈吧 如果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给我们提出 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目前我看没有什么 就说我们应该结束 基本上也就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基本上也就结束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讨论 我想请志群如果你还有什么 就是说想跟大家分享的 还有什么就是说最后的给大家一个 就是说最后的结论 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的webinar 你还有什么想法啊 给大家参考一下 好的好的 听到我说话是吧 可以 好的是这样 就是因为我知道6月30号呢 是很多地方的税务机关 给这个中国的 这个大税人呢 都提提提要求说 比如6月30号 提到那个就是local file 本地文档 那根据目前我们几个地方的那个根据来看的话呢 这个时间呢 如果企业在准备的时候 确实有 确实有 你可以考虑就是像税务机关 申请一个延期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据我们了解呢 就是税务系统整个的 就是税务国税系统内部呢 这个什么时候 就是全完全的去去去 结束掉这个资料的这个 这个这样的就是搜取呢 可能还是有一点 有很多时间的 而且今年呢 是这个整个法律 就是这个432公告 适用的第一年 所以呢 这个时间如果确实不够充分的话 我建议可以去申请 一般情况下呢 可能两周到四周的这样的延期的时间 应该还是可以申请下来的 就一般情况下是这样 就是第一点 就是时间的问题 这个呢 但这个是在 它其实是超过期限 但没有关系 是可以申请 那第二个呢 是这样 就是说 刚才那个 已经一直在强调 就是这个VCA这块 这块呢 我觉得 现在目前我们所接触的 这个税务局的这个 口径跟这个态度来讲的话呢 今年的VCA呢 可能税务局会很关注 但是呢 可能 它的要求 就它内心 对于企业 能够达到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呢 并没有特别高的一个期待 因为第一呢 这是第一点准备 第二个呢 就是说呢 这个像银之前的那个标题里面说的那样 到底VCA这一块 披露多少 多大的一个程度 这个呢 可能需要什么 需要我们去 自己要把握一下 不是说我把所有的 全部的披露 给税务机关 因为再次强调 这是一个合理性问题 这不是一个合法性问题 就是我披露少了 或者我披露的不到位 它的风险是什么 是个合理性问题 就是它也许有一些所谓的这个法子 但基本上不会用 它只是会说你的这个报告 对吧 需要你提供一些数据啊 什么等等 这是第二大块 第三一个呢 就是说呢 我觉得整个的资料啊 在做的时候呢 要强调一点 就是我前面也说过了 就是相对而言 你的结构要尽量完整 就是数据机关所在这个四号 四十号公告里面 列的那些基本的内容 应该尽量要满足 尽量要满足 好 我的所有的分享完毕 好 谢谢你 志群 我也大概给大家 就说 我们在 以欧洲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和美美美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给大家 大概分享一下我们的 就是说我们的看法 我们就刚 也像志群刚给大家提出的 就是说 我们虽然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 是一个合规 不是一个合法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要求 但是我们就说 你要向税务机关透露多少你的价值链上的情况 也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吧 就像我刚才给大家解释的 就说有些情况下你可以就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就这短小的价值链就可以 但是如果你不透露的话 如果税务机关一旦问起你其他的 就是说背后的其他一些详细的情况 你很容易就说你没有一个 你自己可以提出的一个 远你画的一个 一开始你就没有提出后面的公司 这样的一个故事内容就不会在我 不会很严谨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就说给大家我们也没有一个固定的 就说分析价值链的这样一个方法 如果我们有的话我们希望有 但是确实也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情况 所以我们就说没有一个固定的 一个cookie cutter 就是做出来的cookie都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这样价值链分析 也是这样一样一个标准 并不是的 就说干具体的情况 具体的行业来具体分析 所以有什么就说大家需要什么 这方面的帮助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好吧 今天我们的webinar就到这里结束 感谢您的参与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可以就是在这之后 跟我们随时跟我和志祺联系 谢谢你们 再见 谢谢